我們看看旁邊掛的這些展覽 因為下個禮拜我們有個朋友叫李明哲 知道嗎? 明哲他就被失蹤了第三週年 所以我們有辦一個展覽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上面掛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面有一些是活動有人寫的 然後有一些信件是我們去年有發起一個365天寫信給李明哲的運動 每一天都有人寫信 因為365封所以太多了 我們就挑了一些展覽給大家看 有信的話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李明哲 下禮拜五的折舞就是在講李明哲 我們就準時開始我們今天晚上的折舞 今天最近有好幾場折舞都講跟這個議題有關 顯然這個議題也是現在重要的議題 非常重要 每個人都要關注 因為它的影響尤其這波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先舉一個例子好了 以前講說我們就盡量不要出差到中國 現在整個深耕區明天應該就會宣布 整個深耕區大概都有問題了 因為那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今天威易中的勞動、職務、犧牲、安全與補償 剛好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聽到的、每天想到的 他到底對勞動、對勞工、對防疫中的人 他到底有沒有什麼衝擊 那顯然衝擊很大 尤其是服務業、各國都一樣 那今天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這個林佳河 借大家的手了 如果知道林佳河老師的大家就會想說 他這個議題絕對是專業中的專業 內行中的內行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要很務實的去看待 這種突發性的、不可議期的 好像很難以規則於任何一方的這種事情 因為大概的確沒有人想要大流行 流行病血 我個人是學工位的 看到這些大流行的這個情形 我想說 哇 那下一場大流行是什麼時候 我們大概想說 那我們大概只能夠 只能夠在有限的知識裡面講說 預防我們 譬如說經過今天的討論 或經過很多的討論 在下一次大流行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來避免它的衝擊 避免它的影響降到最低 那我們現在就請佳河老師來跟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議題 好 好 各位 謝謝油連 那也 謝謝各位朋友 我有一點意外 今天的有點多 因為我本來想說 在非常時期應該大家 特別一出門冒到這個風險的機會不是很高 不過還是很開心看到很多我 我已經數不太清楚我第幾次來參加折舞了 每次講到議題都不太一樣 我來講過體育界的事情 來講過運動改革 我來講過公平投票 我還記得上次來是講民進黨兩次與利益修法 那今天來講 對 來講問疫相關的問題 那我還是很感謝有人的邀請跟他談 我們法律界或說法學界或說法 法律這個東西很少為危機提供答案 我們很少 我們通常處理的是一個一般狀態 危機狀態是法律人不熟悉的 在法律語言之中最容易處理危機狀態的叫做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叫做做什麼都可以 似乎變為一個我們叫做法外之地了 那麼目前疫情雖然嚴峻 但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所以今天我說要給大家什麼答案 吳寧說我希望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左右的時間來跟他談談 在瘟疫之中如果聚焦於勞動者的話 我看到哪幾個問題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些真的沒有答案 很多問題沒有 有一些在我們法律上不是完全找不到基礎 法律雖然不太能夠因應真正的危機 但對於特殊狀況不是毫無準備 所以我希望用這個角度來跟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好 那我就開始了 好 那麼首先唯一全球化的就是災難 災難是全球化 那麼 我們今天叫做風險社會時代 德國社會學家Urich Beck在1980年提出這個風險社會 未來真正的全球化不會是金融 不會是甚至企業 跨國企業就算不同 他也不會真正全球化 真正全球化的 Urich Beck30年前就講的是災難 災難會真正全球化 那麼財富是不平等的 瘟疫是民主的 這是他的名言 不管販夫走足不分階級階層 任何人都逃不過瘟疫 當然不一定 但是Urich Beck的風險理論告訴我們 其實風險社會有幾個特徵 這個特徵跟我們待會兒要談的主題有點關聯 先讓我一開始做一個簡單的鋪陳 就是說當代的風險是無人能夠逃避的 所以眾人會形成風險共同體 這叫做來自恐懼的團結 法國社會 不知道該怎麼提醒他的 傅柯曾經說 傅柯說主權總會來自於充滿著恐懼的底層人民 底層人民不會基於道德 不會基於民主 也許會基於金錢 但很困難 最大的會讓大家團結的是恐懼 而今天的恐懼呢 歷史上有一個恐懼要不是戰爭 要不就是瘟疫了 瘟疫了 所以今天風險社會的這個脈絡之下 我們今天面對的瘟疫問題 來自恐懼的團結 讓我們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風險共同體 而這個風險共同體會不會帶來 例如某些人要為大家犧牲 某些人就該限制他的某些權力 大家都聽過所謂的哲學 這種道德哲學 康德式的道德哲學最有名的悖論 悖論就是我到底有沒有權力殺三個人 以救五個人 對不對 在這個美國911恐怖攻擊之後 美國通過愛國哲法案 Patriot Act 於是壓迫各國 美國用政治壓力 壓迫各國都要通過類似美國愛國哲法案的法律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定 在歐陸各國引起激烈的辯論 就是民航機如果有從事恐怖攻擊的嫌疑 可不可以立刻擊落它 只要有嫌疑就可以 我殺死了幾百個乘客的性命 交換免受恐怖攻擊 德國最後在沒有辦法抵擋美國的壓力之下 通過了民用航空法的修法 任何民航機只要有被 夾持從事恐怖攻擊之嫌疑即可降之擊落 這是個合法詢問 沒想到被德國聯邦宣防法院宣告違憲 表示即便是面臨一個極大的恐怖的風險 例如恐攻 仍然不得以犧牲個人的權力交換大多數人的安全 我們今天叫做安全國時代 安全國家 各國某個程度警察力量遠比過去來的更重要 重點不在於什麼治安 重點在於安全 Security變成今天所有人在各國都變為一個最關鍵的名詞 為了安全國家做什麼都可以 包括瘟疫 那快速的個人化發展也會跟我們今天主題有一些關聯 那行律的政治中心議會見次失去主導地位 雖然我原作在第一排有點不好意思說 今天各國的政治走向就是國會越來越不重要 事實上不是時至今日 二次大戰後行政權獨大 科技官僚主義在60年代興起 各國的主導都是由科技官僚主導之下的行政權 國會慢慢變成一個很難有真正主導力量 這個只能夠帶來一些微調跟政治演出 我們今天叫做Politainment 政治演藝事業 各國都把這支演藝事業的主角都是國會議員 都是國會議員 當然我們洪委員例外 我先講一下消毒一下洪委員例外 各國都會變成Politainment 演藝事業 政治演藝事業 所以在國會見識失去主導之下 享用國會通過的法律 綁住安全國的特別措施 在各國都認為碰到很大的困難 這跟我們要來講是有關聯的 因為為了要安全 為了要達到最快速最有效率的因應 我們被迫必須交給行政權 我們不可能交給國會 不可能交給國會 而國會有它符合我們今天所談的 法治社會所必要的元素 充分的溝通 尊重多數但保護少數 種種的利益 這個考量對不對 然後用一個法治上最完整的 很抱歉 風險社會沒辦法用這樣來處理 風險社會難以避免必須極度仰賴行政權 行政權才有效率去加以處理 風險社會這三個特徵 都跟我們今天談對主題有某一些關聯 在今天我在學校組的勞動法以外 我也教國家理論跟憲法學 國家理論都說今天的國家時代 90年代我們叫競爭國時代 全球化的影響國家的正當性取決於 它在國際貿易競爭取得什麼地位 20年前我們法學界 政治學界都說各國進入了安全國時代 最大的國家正當性跟任務在於 維護國民的安全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抵禦恐怖攻擊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抵禦環境災難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抵禦瘟疫 瘟疫這種類似的災難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有跡可循的 我們過去只是面對不同形式的挑戰而已 而今天這個瘟疫當然在十幾年前的SARS 也可以算是其中一種 但沒有辦法跟今天無論量與值相比的 回歸我們的主題 瘟疫可以從各式各樣不同的角度 我個人當然不是醫藥專家 我沒有辦法從醫藥方面跟大家溝通 我只是個大生病家 我很會生病而已 我是血液癌症患者 所以我對醫院有很豐富的第一線觀察 躺在病床上的觀察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 但這個毫無意義 瘟疫可以從各式各不同的角度去討論 就容許我們今天來談談勞動者 勞動者面臨的勞工 我就最晚講到九點 最晚上九點以前把它結束 再繼續跟大家討論 那麼談到勞動呢 瘟疫之中或瘟疫之下 有幾個勞動者的圖像 這個圖像我們可以看出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不同類型的勞動者 他面對的風險跟問題是不一樣的 首當其中的一定是 直接在第一線不只是防疫 而是直接處理例如 這個所謂染病的病人的問題 所以醫療院所的勞工 那麼之前曾經有過提議 但我印象沒記錯的話 這個提議座沒有成真 說衛福部或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希望考慮禁止醫療院所的清潔工出國 清潔工出國 好像有這個提議 最早是談到醫護已經到了清潔工了 清潔工是否為醫療體系運作 如果絕對不能欠缺的人員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擺在一旁 也許有人認為是 也許有人認為即便沒有清潔工 那麼整個醫療體系運作 並不會真正的失去它的功能 這個是一個辯論的問題 但醫療院所的勞工 是我們大概說最明顯受到波及的 第二是防疫機關的人員 我們衛福部 集管局 再加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相關的人等 我們把它歸類為防疫機關人員 他們的確非常辛苦 幾乎不眠不休的 就算休息回家 隨時要被硬召喚回來 我在政大有一個指導學生 他就是集管局的防疫醫師 他今天本來要來這邊跟我相見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相見了 他剛剛跟我說他又被叫回去 所以防疫機關人員 也許不是我們想像的 可能有很大風險的感染等那種人 可是他在整個防疫的行動之中非常重要 第三當然是物資周邊人員 最重要就是生產口罩 例如在我們談的例子 生產口罩的工作人員 到底可不可以由政府命令他 停止其休醫 沒有立假日的 連續工作超過七天的 到底法律依據何在 如果有這個必要的 我們先說如果有這個必要 如果有這個必要 如果在醫學防疫考量上 口罩必須不停的生產 以符合需求 我們先假設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請問你憑什麼叫我第七天也要工作 其休醫 對不對 在物資周邊試驗呢 我們最後的特別條例 跟一般的普通法的傳染病防治法 都有一些依據 但那個依據能不能夠完整的涵蓋 這是我們也經常碰到的 接下來是接觸風險的試驗 就是說他可能不像前面三個那麼直接 或那麼具體想像 但他通常跟前面三個防疫有某一種關聯 或有接觸到的這個風險的 我們待會再舉例說 另外一邊跟左邊不一樣 另外一邊原則上跟直接的防疫第一線沒有直接關聯 所以他比較是跟這個不同的一般勞動部門 第一個當然是受衝擊試驗 那麼政府大概已經這個我還記得SARS的時候 我孩子年紀很小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北海道去玩 因為我孩子的旅費、團費是新台幣一元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孩子去北海道玩 團費只有新台幣一塊錢 因為旅遊業受到的衝擊很大 所以你可以發現在這一波已經慢慢的 可能還要擴大或延續一段期間 有幾個是最明顯受衝擊產業 例如旅遊業、餐飲等等 那進一步的會越來越多的延伸 例如會進一步延伸到 比方說跟中國或跟某一些關鍵地區 構成一個生產鏈、價值鏈、供應鏈的不同端頂 也就是說當你一個產業 上游或下游都嚴重被疫情波及 例如停工 你也會一定被波及到 那特別在我們邊全球化時代 所謂供應鏈時代 supply chain或value chain的時代 你只要被納入國際資本分工體系 你就很容易即便台灣一點事都沒有 你也很容易被迫停工 所以我們很多產業目前已經看得出那個衝擊的 如果大家有注意這兩天的新聞 但是不代表所有部門都一定那麼會暗 有些部門目前看起來還滿蓬勃的 例如宅經濟部門 價外送的變多了 所以他不是沒事做 他是事情太多 要送的件太多 多到希望他不要休息 因為需求太多 於是攻擊的人不得休息 所以是不一樣的 他跟受衝擊事業有明顯的不同 他的問題也必須做某一種處理 所以讓我們感受到並不是那麼樣的時間 接下來一般事業感染的勞工 有一些事業他事實上還在運作 也許不是真正受到衝擊 他還在一般的運作狀態之中 但是有人受感染了 有人受感染了該怎麼辦 對不對 比方說最近如果大家 我剛剛跟友妍在聊天 我們兩個都是運動迷 我們看到這兩天 有非常多歐美的職業運動聯盟都宣布停賽 對不對 那個影響是數百億的生意的 停賽 那請問籃球 例如NBA或得甲、易甲 他們是受衝擊事業嗎 好像不是 對不對 基本上他們的球迷會冒著大的感染風險去看球 他們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是樂意去的 他原則上不會受衝擊 對不對 那是宅經紀部嗎 好像也不是 他更不是防疫機關或醫療運所員工 足球應該可以很好的運作 可是為什麼今天 歐美的職業聯盟全部停板 很簡單 他是屬於一般事業中的感染老公 只要一個人感染 如果那個 猶他傑勢對那個人 他過去幾天 在他的潛伏期 他跟六個球隊比賽過 每一個球 每一個球隊又跟至少六個球隊比賽過 最後的結論是 那NBA乾脆停止 你抓不出來了 抓不出任何人了 其中NBA有非常多的球員 都是外籍球員 搞不好有人兩個禮拜前回澳洲去度假 那不得了了 你不可能抓了 只要一般事業感染勞工 乃至於不是感染者 而是其他的勞工間接被波及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瘟疫的時代 勞動者的權相大概可以抓出這一些 左邊比較是直接被波及的 第一線的 直接相關的 右邊可能是間接的 或一般勞動市場難以避免的 我的意思是 這八種如果可以勉強分為八類的話 這八種的勞動者受到不同的這種影響 都要有不同的政策 要有不同的方案 要有辦法完整 當然國家資源有限 國家資源可能沒有辦法全部都兼顧到 資源一定要用在刀口上 那問題是誰 什麼是刀口上 要如何加以配置 那我們面臨一些爭議跟挑戰 從法律上來講 大概有這四個簡單的提問 第一個提問是 如何的法律基礎或契約基礎 可以容許你要求他做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跟我說 台灣人民都需要口罩 於是大家就不眠不休吧 好 也許道德可以打動你 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你願意加班的話 我給你更多的加班費 中國有非常多的這個企業 平常的加班費都給300% 我要看過400%的 完全不吝行給你多的加班費 在中國很多地方 如果一個班只有8小時是沒有人做的 大家都要做12小時 因為8小時薪水很低 加班的4小時薪水很高 所以中國是一個加班需求非常強烈的社會 台灣也不遑多讓 都是因為加班費很高 請問我今天用加班費 你願不願意做 OK fine 但那都不是法律跟契約 不論是來自於道德呼籲 來自於全民防疫的那種神聖使命感 各位 這個都不是我們法律的回答 我們法律回答必須問 到底有什麼法律容許 我要求你例如第七天不要休息 我們法律的一定要問這個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基礎 如果沒有找到基礎 即便道德可以有正當性 神聖任務 神聖的使命可以感動你 拜託抱歉 法律上必須說他不對 這是第一個要問的問題 第二個要問的問題是 如果我勞工拒絕呢 即便你有法律基礎 即便你有契約基礎 並不代表我非做不可 我通常有各式各樣的考量 是可以去處理的 我想這時候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國國的法律對於 例如雇主命勞工加班 是有一些規定的 當然我們有一些例外 例外就是如果是天災事變突發性事件 是可以有一些例外 那你說瘟疫的爆發 應該可以勉強算是 應該可以算是突發性事件 大概不能算天災 對不對 事變等等 但那個並不代表 所有勞工必須完全接受 所以我們會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 如何的要件之下 勞工可以拒絕工作 而不受到不利益待遇 當然你可以拒絕工作 那你說我拒絕 老闆說好那你不用來了 我指的是永遠不用來了 那沒有人敢拒絕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拒絕 一定要帶來一些很重要的 就是受不利益待遇 那有時候這個拒絕是因為 我判斷現場有風險 我判斷現場有某一種 例如有很大機率受感染的風險 好 那這個我們待會會特別有一個段落 來提這個問題 我待會會回答這四個問題 第三 不同程度直接間接影響波及的勞工 如何認定它構成犧牲 我們法律上對於所謂的犧牲 分為一般跟特別犧牲 一般犧牲指的是一般法律的限制 比方說波度在多少角度以上的山坡地 不准蓋房屋 這叫一般犧牲 一般犧牲國家不必給你任何補償 不必 國家說這個水源地不可以建築 不可以養豬 我們台灣這個特別是在 例如最有名的事情 是在翡翠水庫的北市西沿岸 當時很多人養豬 很多人很多這個養豬戶 養豬戶 我們為了要保護翡翠水庫的水源地 要把養豬戶趕走 請問要不要給補償 不用 我們一般叫一般犧牲 特別犧牲不是 特別犧牲表示 一般而言基於法律你有完全的自由 但是今天來自一個特別的目的 可能發現我要叫你犧牲 我一般叫特別犧牲 特別犧牲最常見的情況就是 我徵收你家的土地 以便例如蓋工人 這個最典型的例子 叫特別犧牲 那動到法律 動到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問 什麼情況的勞工 法律上叫做特別犧牲 只要叫特別犧牲 國家一定要給你某一種補償 如果沒有 我們就認為國家違憲 這是第三個問題 什麼樣可以認定犧牲 第四個就比較 是比較簡單回答 也比較是屬於政治 而非法律問題了 為了要穩定產業及勞動市場 政府該提供如何的輔助措施 某個程度 那個不是自由的問題 比較是政府要積極提供輔助的問題 這角度會不一樣 我們大概從這四個角度 來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當然啦 談到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從第一第二問題開始 談到到底勞動者面對在這個瘟疫之下 包括剛剛講的不同類型 那麼雇主或政府命令他做什麼 請問我們要如何處理 我的幾個關鍵是職業關係義務與倫理 每一個領域都有它的倫理 但倫理不一定等於法律 有時候違背倫理並沒有違背法律 只是不合適這樣做而已 那每個領域都有每個領域特殊的倫理 例如醫學界有醫學倫理 各式各樣的都有 所以倫理規則有時候比較難說 比較難說 每一位醫師都有診治擺到你面前 病人生命健康的義務 那請問今天醫生基於某種理由可不可以離開 某種是可以的 並不是完全不行的 我正常講這個工作時間的保護 我們通常是想像 例如醫師的很多 例如在開刀的執行職務 時間是不能中斷的 其實是未必的 其實是不需要這樣的 我還記得我太太 我太太在德國上孩子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頭很大 就一直生不出來 生不出來 那個醫生就一直努力 滿頭大也生不出來 那個醫生我記得到第七個小時 突然動作停了 動作停下來 擦擦自己的汗 然後跟我握手 說林先生很高興替你服務 跟我太太握手 那我太太嚇了一跳 我太太跟他握手 很高興為你服務 他說我工作時間到我要下班了 他就走進去了 然後我們兩個就傻眼的情況 我們醫師就走出去了 後來過了三分鐘又有一個醫師 一邊進來一邊穿白袍 然後先跟我走 林先生你好 我很高興去服務 我太太你好 換我上班了 我太太說謝謝 那醫生說我們現在開始吧 那我太太就開始叫了這樣 趕快就叫了 然後這個醫師又努力了五個鐘頭 還是沒有辦法 又是滿頭大汗 又出現一個人了 那個人喔 雖然用德文罵但我聽得懂 那個德文罵說你們到底在搞什麼 搞這麼久還沒生出來 然後就一邊看那些人一邊罵他 罵他說這種肚子大 就要從肚子旁邊 用手肘用一個角度壓就出來 你這麼那麼笨啊 一直罵他 然後就醫生進來 先跟我們兩個打招呼 打完招呼以後 就手肘壓住我太太肚子一個這樣 砰 孩子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喔 這個我剛剛講的這段小故事 跟我們幾個啟示 第一個啟示還是頭不能太大 這個不重要 我要講的意思是 醫師不可以有下班時間嗎 即便是在例如接生的這麼重要 只是可以的 並不是完全不能想像 對不對 所以呢有時候 倫理跟法律跟契約義務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內涵 不一樣的內涵 我要談談這個角度的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勞動者 有些是公務員 有些不是 有些並不是的 例如我們剛剛講的防疫機關 或是公立醫院的醫療院所 很多是有公務人員身份的醫護人員 就叫公務員 對不對 那有些民營系列 大概不會有公務員 那很多公務機關 或很多公營事業 也有很多勞動者 他不是公務員身份 他是勞工身份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要問了 問的是你的義務何在了 那麼在一個契約範圍 當然我們是屬於非常緊急事故 除非你的職稱就叫防疫醫師 我僱用你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防疫 除非是這樣 否則我們必須說 瘟疫的處理一般來講 算是特別的義務 不是一般的義務 請問老闆可不可以指示員工 做不是契約範圍內的特殊義務 答案是可以 但只限於例外 只限於緊急 我們這種決定就是說 大家知道颱風季節來了 我們台灣經常會土石流 會淹沒很多地勢很低的學校 學校淹得一塌糊塗 於是校長就命令全校的教職員工 一起來清土石流 你可不可以說 很抱歉校長 我是來教數學的 可能是數學老師 本來不清土石流 不可以 因為這是屬於我剛剛說的 你的契約範圍的確沒有寫 你的教師聘約不會寫 你的工作包括清除土石流 不會這樣寫對不對 但是基於特殊的需要 不違反善良風俗 雇主臨時性的指示 你是要聽的 但是不能把它普遍化 校長不能夠說 我看你清土石流滿好的 不然你以後就專門清土石流 數學就不要教了 不可以這樣 你不能夠把特別改為普通 所以原則上 不管是公務員或勞工 雖然不是他通常的職務 但是跟例如公共利益 或重大的特殊私益有關 的確可以叫你做 平常你不要做的工作 這是第一個 很多人經常問我說 平常我不是做這個 那為什麼長官叫我去支援他 我可不可以拒絕 我被問了三次這樣 很多政府部門說 我平常不做這個 現在因為防疫的需要 長官命令我去支援那個 我可不可以拒絕 抱歉我說不行 我說不行 但必須限於是例外 這第一個 原則上公務員叫忠誠義務 如果是狹義無謀 叫勤務 勞工叫勞務 原則上雇主確實有指示權 有指示權 雇主的指示權 是我們談到勞動者的核心 因為勞動者到底要做什麼 需要雇主的具體化 你今天來上班 必須老闆指示你 說你今天做什麼 老闆沒有指示 勞工沒有辦法做 所以第一個 是有權利叫你這樣做 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呢 這必須限於例外 公務員最長見的例外就是公共利益 你一定要基於公益 防疫大概沒有疑問 會被認為是公益 勞動者來講通常是私益 但這個私益必須是非常特殊的 例如我勞氣管規定 天災事變突發事件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外 對不對 你不能夠說 哇那個客人好多喔 我們不能先讓客人失望 我們營業到10點 不然今天營業到12點吧 這不可以 營業需求不是需要保護的私益 很重要這一點 營業需求 所以今天我們假設 假設有一家藥房 他有源源不絕的口罩 應該是沒有這種藥房 各位我到今天從來沒有買到過 我的口罩都是人家施捨給我的 那我就給我太太和孩子用 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 因為我完全沒有口罩 我從來沒有買到過 他們真的很辛苦 如果有一家源源不絕的藥房 口罩源源不絕說 外面那麼多人排隊 我不能讓大家失望 大家不要下班了 我們繼續工作兩天兩夜三天三夜 對不對 為了營業需求 抱歉不行 營業獲利不是我們可以例外工作的正當性理由 所以這個私益跟公益必須要非常狹義的解釋 我們在勞動法上最困難的解釋就是例如醫師 醫師如果碰到一個病人 必須即刻診治 可是他下班時間到了 那他不管那個病人可能違背醫學倫理 可能 但有沒有違背契約 一個人有沒有為了他人的安全 必須犧牲自己下班時間的義務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 這問題會不好回答 他可能違背倫理這個沒有問題 重大違背倫理有可能夠違反契約 但是在這個情況會不會 我不會說一定怎麼樣 如果你要顯示你的勞動法專業 我們有個三次真言叫做不一定 任何人問你問題都回答不一定 就會顯得你很專業 你不要回答 你不要回答一個答案 請問那個醫師 如果醫師放到病人狀態面積 回到下班了 請問他不管他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違反契約 各位專業者如何回答 不一定 大家請問 我一定回答不一定 我會先假設要件 再提原則 再提例外 再提例外的例外 至於你要哪個答案請你自己決定 因為法律本來就設想各種不同的狀況 在勞工方面至少我們勞動基準法 乃至於我們私勞動法 做了非常多權利義務的規範 相對好遵循 我剛剛不斷舉的例子 七休憶的例假日 在天災事變通關事件的話 才能例外 換言之不是這三種情況就不能例外 勞工不能連續工作七天 第六天晚一定要結束 對不對 很清楚 很抱歉公務員沒有這些規定 我們公務員服務法只有非常簡單的一個條文 那在週休二日公務員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 也只有一個模糊到不行的條文 所以才會出現上個月 像上個月大法官做出的785號解釋 大法官785號解釋 主要是針對高雄市消防局 大家知道 我國這種消防員的工作時間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我們很多不只是情一修一 我們還有情二修一的 連坐48小時才休息的 英國是情一修二 我們是情二修一 你看差多少 差別非常大 那我們談論問題更複雜 因為我們的消防外勤全部在地方政府 我們中央是沒有消防外勤的 警察大部分在地方政府 在警察有中央外勤警察 就是警政署的保安警察 消防全部在地方 地方財政差很多 所以財政差的消防員就會特別累 因為他財政差等等因素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公務員這問題更難回答 我被一個民理記者問到說 公務員得否拒絕怎樣怎樣 那我回答了他的答案 我回答了 然後記者問我說 老師請問是在哪一法哪一條 很抱歉沒有 沒有 沒有任何條文規定這一個 所以麻煩的在於 我國的公務人員在這個問題上 缺少完整的權力一路違反 簡單的講 我國的公務人員 包括公務員跟公部門的其他公務人員 例如月聘雇 沒有勞動法 結論就是這樣 例如工作時間 那麼德國有個法律叫工作時間 裡面規定公務員 私部門通通適用 在開放某種例外 說如果你的工作是跟監所安全有關的 也就是說監獄的介護 對不對 或是醫療院所有關的 請再根據公使法的某一些規定 做一個法規命令具體化到 人家是幾層下來 第一層是法律 第二層是授權理定命令 例如特別針對監所介護 針對醫生 針對飛航機組員 針對消防 這樣子第二層 第三層在讓勞方的組織 例如工會跟資方協商 例如團體協約 第四層在協商工作規則 人家是四層 我們台灣是零層 我們台灣叫乾脆 我們台灣是零層 完全沒有 連第一層也沒有 第一層也沒有 第一層也沒有 會帶來一個奇怪的結果 也不奇怪 叫做無法無天 好的長官對你很好 壞的長官就隨便他了 以前我們在衛福部前生的衛生署 衛生署副署長有一次在立法院 衛生署都有兩個副署長 一個一定是醫生出身的 那一位醫師出身的副署長 有一次在立法院回答立委質詢 他說了一句迷言 他說我國的醫師一個禮拜工作 168個小時也沒有違法 各位一天24小時 一個禮拜七天 一個禮拜只有168小時 我們副署長直接在立法院回答立委說 你不用說了 一個禮拜做168也沒有違法 好不好再說 很抱歉他沒有違法 這就是我國的現況 我國的現況就是公務員幾乎沒有完整的規範 也許他的待遇不錯 也許大家很羨慕他鐵飯碗 但很抱歉 只要涉及到我們今天談的問題 他是沒有法律規範的 才會有大法官785的出現 大法官785號解釋呢 給了我們政府三年的時間 三年 那我們就等著看三年內 我們有沒有辦法建構我們台灣公務人員的勞動法 這也是立法院委員在這邊 通道委員很少會聽我講的 我每次去只要有長官在 我們很難請到尼家河的 很難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聽好啊 大家一定要留下好好聽好 老師抱歉我還有其他事我先走了 從來沒有碰過長官坐下來聽我講的 每一個都說很難得 所以這個立法國會要負擔起任務 因為我們的政府其實非常抗拒 非常抗拒建構整個公務員相關的勞動法 私勞動法沒有辦法照搬到公務部門來 我們缺少的這一塊 這是今天一切問題的根源 所以例如公務員有沒有給付拒絕權 公務員在某些情況可不可以有退避權 我們的職業安全衛生法 以前的勞安全衛生法改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適用於所有勞動者 包括公務員喔 對不對 可是退避權明文排除 簡單的說我們公務員沒有退避權 公務員如果在執行職務風道危險 他是不可以離開的 不可以離開的對不對 所以我打個問號 勞工相對沒有問題 那麼公務員呢 對於公務員呢 被他的機關有更嚴重的懲戒權 有更麻煩的身份保障 你如果被剝奪公務員身份 你到中華民國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當公務員 你被一個雇主開除 你也可以到許家地方上班 所以我特別加了一個 公務員身份保障 如果公務員的身份 不管有沒有被例如監察院彈劾 你被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以司法判決的形式做出了懲戒 比方說 就剝奪你的公務員身份 很抱歉 你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再擔任 標準的身份保障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 我們今天在看到不同的勞動者的時候 有可能有不同身份 不同身份帶的影響不一樣 不一樣 大家都好像都以為公務員好像都比拉奎拉的好 但至少在我們今天談的問題是不見得 答案是不一定 不一定的真正關鍵在於公務員相關的問題 沒有完整的權利義務規範 那我們的公務人 真的公務同仁真的是非常辛苦了 確實是非常辛苦 這種辛苦的程度 有時候還甚至到例如預算上限 對不對 加班費還有七八五號幾次 這段話的原因就是因為 各地方政府預算有限 給消防員很多 例如一個月最多加班100小時 每個人都遠遠超過 超過的部分就給獎狀 給獎狀鼓勵這樣子 事實上我們買了一表機自己要印幾分 每個人都拿獎狀 大法官美好氣的說以後不要再發獎狀了好嗎 請以後考量其他的補償方式 大法在七八五最後講了這一些 好 那再來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什麼人可以拒絕工作 什麼人恐怕不好拒絕工作 我們在法律上叫保證人地位 叫Galantesternum 或是保證人義務 有些時候你的工作本身就是讓你對別人 站在保證人的地位 很抱歉你就不可以離開 即便你有危險你也不能離開 那它有很多種類型 跟我們今天的脈絡 最重要的類似是第三種類型 我們叫自願承受保護或輔助義務 例如醫護人員 第一種是本於法律的 例如監務關係或照顧關係 或緊密的自然關聯 爸爸媽媽說現在疫情很嚴重 我們兩個先跑了 你們兩個小朋友好事為之再見 這不行 因為來自於緊密的自然聯繫 我們認為父母拋棄子女 未成年子女 或先生或這個夫妻之間 拋棄配偶的他方都是違背善良風俗 所以是不行的 基本上是不行的 所以在我們今天的慢絡之中 最重要的是三根五 志願承受保護醫護 我們很難想像有人來當醫師 卻說當醫師有點危險 那我在整治過程中 可能會改良的抱歉 我就不整治了 我們很難想像這樣 所以醫護在執行過程之中 在合理的範圍內 我們認為你基於保證人的地位 用有保證人的義務 答案就是你不能走 不可以阻擋危險救種 當然不是沒有例外 警消也一樣 在特別的職務地位 當然消防員在我們 這個立法院去年修改消防法 我們的消防員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利 雖然沒有用出退避權這三個字 但內涵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消防員如果判斷現場 現場已經沒有人命需要救援 而現場又不符合一定的要件 例如內部資訊不明 我可以不進去救火 可以不進去 這是桃園發生幾次大火 進棚大火 好幾個火災 最後悲劇促成的修法 修法就是當不需要救人的時候 消防員面對危險可以拒絕救火 拒絕救火 這就是我們說的保證人地位的問題 那保證人義務還有很多種類型 那麼有一種類型 例如第三人監督義務 特別是在監獄受刑或精神病患的介護上 我們都知道很多的到目前好像只有中國山東某個監獄發生集體感染 好像只有中國 但我們很難想像監獄會完全脫離 那監獄脫離了怎麼辦 我們隔離 我們要隔離 那搜尋人說別開玩笑了 我本來就在隔離 你還要把我隔離去哪裡 隔離 所以講一句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是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剛出獄 他就跟我說 他說佳合 我看你應該未來有機會入獄 他就跟我說 我教你一些撇步這樣子 你以後很好用 你以後很好用 大哥感謝 我又馬上拿紙筆出來筆記 像那個馬英九那樣做筆記這樣 我朋友跟我說 記住入獄的第一天 記住第一天 第一天長官會給你一張表 上面寫 你有沒有什麼壞習慣 有的話請打勾 記住全部都要打勾 內部吸毒 有沒有香港腳 有 那麼都要打勾 我說這樣做什麼 他說三年後 你會全部改善 這樣比較容易申請假釋 好不好 我說好 我把他學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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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要問人的話 以後要記住全部勾引 以後會好用的 建議送行人 根據那邊的介護 今天如果你的介護對象 感染了 你可不可以離開 答案是不可以 這到第三年監督義務 所以各位要了解 有時候為了我們的自身安全 確實是可以離開工作崗位 但有一些人很難離開 很難離開是因為他的工作性質 當然別誤會 這個意思並不是指說 一定要冒著生命危險 我如果不離開 我就會死無上山之地 你還跟我說不准離開 不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在通常情形 通常情形 風險就是你的工作 那這個風險自然有可能 例如造成一定的危險性 對不對 包括我們說的特定危險源 跟剛剛不同 剛剛我們叫做功能性的保證人地位 這個叫做另外一種 我們叫做危險源的保證人地位 這時候你對於特定的危險源 你有監督的義務 而這個監督的義務 當然交易上注意義務比較沒有 包括寵物主人養狗 我之前去參加一場動物全路線的座談 我很贊成動物的權力應該在保護 應該修憲應該考慮進去 我覺得至少狗一定要 貓我就覺得不一定需要 對於貓做認為的權力限制 我都認為是和限的好不好 狗是絕對不能限制的 就是我個人的堅持 大家就各自尊重好不好 我是認為貓就可以考慮 狗是絕對不行的 狗是具有神聖不可欺瞞的 寵物主人齁 那也要對你的危險源有監督義務 對不對 那麼大家不理他 說不可以 所以各位 我們是從這種危險源去判斷 一個勞工或一個勞動者 包括公務員他的義務內容 義務內容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的義務內容本身 就帶有一定的風險性 如果那個風險沒有到達一個無法忍受的地步 很抱歉你不能離開 你是不可以拒絕的 那我們就要看我們目前面臨的工作 討論的問題有沒有這些類型 那麼特定職務要求工作內容 勞工必須履行也有服從雇主指示的義務 這是出發點 在出發點難免會有一些麻煩的問題 那原則上我們法律是用公法司法兩個體系來處理 我待會會舉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禁止醫護人員出國 請問他的法律意涵是什麼 各位要區分公法跟司法 兩個意涵是不一樣的 公法上主要是在處理雇主公法上的義務 所以如果不聽會帶來某一些行政罰 或其他的所謂財罰性不利處分 SARS期間當年馬英九的台北市政府禁止萬華一家旅社營業 標準的雇主公法上的義務 對不對 每次我們立法院每年到了颱風天之後 都要來討論一次颱風價到底要不要給薪 到底要不要立法給颱風價 已經討論很多年了 颱風價很簡單 颱風價只要沒有規定禁止營業 保證你做不到颱風價 而我國法律有沒有禁止颱風天營業的油 在銀行法裡面 下次仔細看 颱風天拿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買得到 銀行絕對沒有開 下次注意看 像我是住在內湖有個美麗華對面這樣 去年那個記者又來問我了 颱風價怎麼辦 我就好好的跟記者說明 說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颱風天應該停止工作 應該不要冒了生命危險 應該禁止營業 停止營業等等 我在回答記者到一半 我兒子在網路問說 爸 待會去哪裡吃飯 我都當然是去美麗華吃飯 我來去哪裡吃飯 對不對 我們那個颱風天的時候 當然要去唱KTV 看電影 吃美食街 對不對 台灣人如果像我這樣 不改這種壞習慣 絕對不用再講颱風價了 不必講 颱風價這種天災在各國 唯一的方法就是禁止營業 沒有別的方法了 所以立法院在以前 在我們紅委員還沒進入立法院以前 都在打假球 每次講到颱風價最後都是加倍給薪 最後都是如果不來的話不要把它寄過 都是這種問題 都沒有提到真正的颱風價 真正的颱風價一定要禁止營業 各位這都是公法上的義務 司法上的義務就不同了 司法上的義務很多涉及到薪資 很多涉及到勞動欺激的命運 如果雇主對你做了合法指示 而你拒絕 到達一定程度 標本可以把你解雇 它兩個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問題 今天拒絕工作以保護自己 那麼在公務門我剛說過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 對於勞工拒絕工作以保護自己的權利 排除公務人員 所以我公務人員目前會非常困難 雖然我們的考試院有一個 有一個我們一般都叫做 我們一般都叫做 對不起名字我也很忘了 簡單講就是公務員的安全防護辦法 有一個辦法 那個辦法規定的非常非常的簡略 雖然那個簡略就造成一個難題 那你覺得公務員該怎麼辦 如果是一般的勞工 他會有給付拒絕權 他有同時旅行抗變 但是跟我們今天主題比較沒有關係 比較有關的是退避權 雇主如果違反保護義務 違反保護義務 比方說雇主叫你工作 而那個工作對你有很大的 例如感染的風險 你可以拒絕 因為雇主要保護你的義務 你可以拒絕到同時旅行抗變 如果一開始沒事 如果一開始沒有事情 或雇主沒有違反義務 你工作到一半覺得很危險 你也可以離開 這叫退避權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碰到了 瘟疫校的勞動者 比方說發生過一個案子就是 好像不是在台灣 好像是在中國 發生這個美食萬送平台的萬送人 送到了一家 送到了一個社區 在武漢的時候 送到一個社區 是有集體感染風險的 他就可以拒絕 他事先拒絕 叫同時旅行抗變 他到了現場發現有問題 他叫退避權 這兩個都是可以行使 那工法上 我剛說過 我們工法上賦予勞動者有退避權 所以他會轉化為契約義務 這個就比較沒什麼好說的 我們就不說了 傳統上呢 有一些危險源 我們這幾年的熱門話題是 非傳統危險源的人陰性侵害 最理解就是急診室暴力 急診室暴力 我是急診室的服務人員 今天來了一個急診病人 或他的家屬 看來有暴力威脅 請問我可不可以離開 答案是可以 因為你涉及到的人陰性的侵害類型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碰到一些勞動者 他是碰到有人威脅他 人陰性的威脅 也可以拒絕工作 也會沒有問題 退避權就是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那樣 當然啦 我們政府機關 傳統上對於這種 我剛剛說過退避權的想像 過度集中於物理性化學性 過度集中於身體直接的侵害 所以如果其他的危險 就沒有考慮到那麼多 比方說這一張 我們傳統上在適用這種勞工得拒絕工作 想的都是這一些類型 核能啊 化學原料啊 毒氣啊等等 炸彈啊等等 都是這一些類型 那我們瘟疫呢 病毒呢 對不對 瘟疫與病毒 基本上只要有一定的科學證據 很抱歉 我不是專家 我沒辦法在這邊找出很具體的 只要涉及到例如病毒的一定的程度 確實可以被認為是危險人 這時候你就可以拒絕工作 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看具體的脈絡是什麼 那這個在醫護 我相信在醫護未來如果 希望不要 未來如果產生院區醫療院所流行的時候 就會有適用的機會 就會有的 當然啦 這是個難題啦 我應不應該照顧別人 照顧到犧牲自己生命在所不行 好 這個叫做倫理 這個叫做你是南丁格爾在世的 這個叫做你是上帝在台灣的代言人 好 這可以 可是很抱歉 這不是法律強求你的 法律上我們沒有辦法要求類似的倫理或道德 直接轉為法律上的意義 並沒有如此 當然你會說 我今天看到一個所謂英國網紅 在寫那個英國首相的那個發言 英國首相的發言就是 如果你感染的就好好的待在家裡 如果你快死了 國家會救你 如果我用文化文解讀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家能夠自己好好的好起來 那就恭喜你 你就好好加油 真的不行了 國家還是會救你的 英國首相最後講到這句話 那很多人解讀就是大家虛然夠信啊 文化說不能說完全不對 這涉及到國家的義務到什麼程度 請問國家義務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們最早我們法律界 我們憲法學最長的討論就是預防針 請問國家為了我好 可不可以強迫我打預防針 比方說我們如果疫苗開發出來了 國家可不可以強迫每個人打疫苗 打疫苗 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 他回台灣的時候他把醫師嚇死了 他的兩個孩子沒有打過任何一個預防針 因為他在日本信奉了某個教派 那個教派主張我們不可以接受任何侵入性 他沒有任何預防針 一個都沒有 那我孩子在德國出身回來台灣 有好幾個人沒有打了 我孩子沒有打卡戒秒 因為有些國家不打卡戒秒 我們台灣是什麼都打 我們憲法學一個古典問題 人民有沒有權力拒絕國家為了他好 而打預防針 到底算不算侵害我的自由 那未來也有可能出現啊 我為了你好 我強迫你要怎麼樣 例如施打疫苗或做其他的 那麼這個就不用說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各位 我的第一個 應該說第二個主題講完了 第二個主題就是說 雖然你的工作 我們簡單整理幾個小節 第一個小節 如果你的工作是基於保證能義務 原則上不可以以一般風險就拒絕工作 不可以 除非存在立即生命威脅的特殊風險 這是第一個小節 第二個小節 在不具有保證能地位跟保證能義務的一般勞工 可以行使必要時的退避權 或事先的同時旅行抗變 那沒關係 大家不必不管這兩個名字 在法律上他的要件不一樣而已 對不對 而且不會受不利的對待 第三 我們對於傳統的危險跟風險 有慢慢擴大的趨勢 最大的趨勢就是人因性因素 例如服務的對象有某種暴力傾向 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們最常舉例子是急診室暴力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我們來談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就是 如果我真的要拼命生產口罩 不然大家可能沒有那麼多可以用 請問政府乃至於我的老闆企業 因為大概沒有一個口罩的廠商是國營的啦 就算是國營的也是勞動關係 因為我們很難想像政府生產口罩雇用公務員 我們很難想像這樣 應該還沒有啦 連勤被俘廠一起出來生產口罩 那連勤我也不相信 連勤被俘廠裡面都有公務員 我也不相信 我們公民事業大概就只有勞工了 公務員非常非常少 我們談下一個問題 如果不是剛剛談的那種危險 而是基於防疫的需要 我必須繼續工作 可不可以老闆叫我不要休息 可不可以老闆叫我不能出國 可不可以老闆叫我不要去休醫 這下我們談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一般稱之為公時規範下等保護 基本上你可以發現 我查了幾個國家的法律 都沒有針對這種所謂的緊急 明定在法律中 說如果有某一種緊急 你的工作時間又如何 大部分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第一個當然就是正常公時 沒有什麼好說的 第二個是延長工作 各國對於延長工作的加班 也沒有理由的限制 不需要理由 只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在我們台灣的程序是勞治會議同意 跟勞工同意 就可以 對不對 加班就沒有理 接下來是緊急工作指示 如果老闆擁有某一種緊急工作 那這個緊急工作呢 只要法律有一定的空間 大部分的空間是讓法律授權給政府 訂定法規命令 比方說衛福部就要去訂 衛福部所執掌下的 例如醫護人員 他的特殊的公時例外是什麼理由 對不對 交通部就要去規定交通從業人員 例如民航局就要去規定 非航機組員 什麼時候是緊急工作的樣態 這個在各國都是由勞動部跟各個主管機關 會商訂出這個公時命令 讓你能夠遵守 各位朋友 我們在法律上有一個經驗 經驗就是 只要你的規範簡單到不行 都是原則性抽象性規範 答案就是沒有規範 就隨便你就對了 形成空白支票 要務實做到 就要具細民意的規定 把我說的緊急工作的樣態直接訂出來 那法律訂不出來 因為勞基法不可能對各行各業都訂出來 所以他就授權讓勞動部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例如衛福部、交通部等等去訂他的特別規範 那大家不用擔心 我國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臺灣什麼都可以 結論就是這樣 那什麼都可以 很多人說 那勞工不是也爭執什麼都可以嗎 那你不用擔心 最後結果一定是雇主說了可以才可以 不是勞工說可以才可以 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要了解 法規範盡量模糊和簡略受害者一定是勞動者 一定是勞動者 不過勞動者說沒有規定我就回家了 我就不做了 讓你開天窗不會的 結果都是你就會不眠不休的做 所以這種緊急工作的指示 是我國法制上的很大的缺憾 接下來 在這種緊急工作指示之下 確實會有例外縮短輪班禁額的規定 例如德國的法律就規定 醫護人員碰到緊急狀況 兩次輪班之間可以休息到最短只剩一個小時 我可以只給你一個小時休息 對不對 繼續工作 換言之不能連續超過多少小時 各個規定不一樣 我們假設是14小時好了 你14小時要再輪下一班 因為實在太緊急了 我們台灣在那個八仙樂園 叫什麼 城報 是不是城報 城報 我們在八仙樂園城報的時候 很多醫護就碰到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可憐的受害者 紛紛送到台北、新北的幾家醫院 那醫院的醫護都不能休息 不斷地做 很多人做了連續幾天幾夜 這個在歐洲不可能發生 我至少會讓你休息一個鐘頭 再輪 再繼續做 再做幾個鐘頭 我就強迫你一定要休息 一定要休息 所以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 兩個輪班之間正常是要休息11小時 11個小時 我國也是11小時 只是例外可以縮短到8小時 一定要11小時 只有在極度的例外呢 可以例外到休一個小時 但你繼續做幾小時 我就必須叫你回家休息 各國是這樣 我們台灣不是 我們台灣是兩個例外之後 就是說我們台灣是 例外把你縮短之後呢 請你再繼續回復平常的工作 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們台灣的制度 就有很大的缺憾 對不對 例外可以縮短人班休息 但是一定要均衡回來 各國都有規定基準期間的均衡 有人規定六個月 有人規定一年 簡單來講 就算這段期間緊急 不代表緊急狀況結束 例如三個月結束之後 其他九個月 請你照平常工作時間上班 不 這樣子的話 一定會為你的年度總工時 長到不行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原來一到十二個月 本來是正常工時 結果我今天發生緊急事故 我有三個月工作很長 如果以我們台灣的做法 如果以貴國的做法 一定其他九個月繼續照原來工作 那就很長 對不對 歐陸各國的做法是 其他九個月要全部算起來均衡回一年 只有工作正常工時 也就是說你如果三個月工作很多 一定會變成其他幾個月工作很少 甚至不用來 才能均衡 我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國沒有均衡機制 我國沒有均衡機制 令人感到好笑的是 我國第一個提均衡機制的是竹科的廠商 竹科廠商第一次向蔡英文總統提出公時帳戶的概念 那大家別誤會 他們的公時帳戶 此公時帳戶非比公時帳戶 我們廠商們要的公時帳戶是今天可以多做 以後也可以繼續做 最後用加班費代金 如果代金可以均衡 所以我們廠商的公時帳戶只學有人家的皮毛 沒有真正考慮到真正的均衡 加班費可以取代均衡 這是不對的 那麼勞動法另外一個麻煩的問題是 有時候不是只規定你的工作上 也會規範你企業外行為義務 比方說我們台灣出現過的例子 限制遷洗自由或限制一般行動自由 例如不得出國 不得前往特定國家或地區 或其他不管是什麼 不得去哪裡 不得如何 這個跟工作無關 但是經常會出現 我們一般叫做企業外行為義務 那麼原則上 從勞動契約沒辦法導出有這個義務 說我的私生活的方式 必須對雇主憂慮 一般來講沒有這個義務 然後說老闆說大家辛苦了 大家已經最近很辛苦都過勞了 那放假兩天回去吧 結果有勞工放假兩天 打了兩天通宵麻將 請問這個有沒有違反義務 答案是沒有 只要你回來的時候 仍然是玉尾活龍就沒有 只要你回來的時候 一副萎靡的樣子 那就不一定了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私生活不關雇主的事 所以呢 如果我的私生活是我要出國 我有特休 我要出國 原則上雇主不得限制我 不得出國 但有原則就有例外 另外是 如果勞工在私領域的行為 例如出國旅遊 已經直接而具體的觸及勞動關係 使得勞動關係沒辦法期待繼續 比方說今天有同仁堅持去義大利 堅持去義大利 而且說我要去疫情最嚴重的地方參觀一下 你覺得有沒有違反義務 你說有沒有違反義務 各位覺得我們來做一個假投票 有人堅持去義大利 說我回來隔離14天沒問題 就我接受 我接受 但我就是要去義大利 而且我有特休 你不能管我去哪裡 認為雇主仍然可以限制他去義大利的舉手 沒有 我們今天在座都是自由派的 今天非自由派不准進入就對了 所以其他朋友都覺得不能限制嗎 認為不能限制的舉手 我很肯定認為 大部分的朋友 這是一個難題 我必須承認 這個問題可能沒有各位想得那麼容易回答 如果義大利已經到了某一種程度 例如客觀上沒有人相信去感染風險很小 大家都沒去幾乎感染風險非常大 原本上雇主是可以不准他去 但有趣的是雇主不准出國 我們剛說過是企業外行為漁謀 不是工作的問題 這是一個例外 那如果例外是來自於政府命令呢 如果今天政府命令 各位 政府如果在我們台灣勞動系列上 政府不可以叫個別員工怎麼樣 不可以 政府只能透過法律要求雇主一定要怎麼樣 例如要雇主提供一定的服務 而雇主被政府命令了 才能轉化為司法上命令勞工要怎麼樣 理論上是這樣喔 要不然政府只能採取非常手段 非常手段就是政府明令 有在衛福部登記為醫事人員資格的人 一切限制出去 除非這樣 這樣就不同了 如果是這樣 我們要問政府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比方說在我們台灣 如果你欠個人中國所得稅100萬 你可以根據稅權基增法授權給財政部定的一個辦法 被限制出境 所以它法律上沒有問題 雖然大法官做過一號解釋 說這個到底有沒有違憲呢 這是一種可能 如果真的要限制醫事人員出國 它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我剛剛講的 透過公法限制有特定身分的人民個人 限制出境 這是一種 第二種方式是限制雇主 例如限制醫療院所 說你狹下的醫護人員不准出國 但是他們如果真的出國 我政府沒辦法阻止它 而你自己要處理它 這是兩種可能的方式 兩種都有可能 那我們政府目前 似乎沒有把這個明確決策化 所以我們不曉得問題何在 那什麼叫做勞工的私生活 涉及到勞動關係 那麼在我們這邊最有可能的就是二跟三 其他同仁很擔心你這個傢伙去你的意大利回來會怎樣 對不對 我說你要去意大利 那你先生呢 我先生要去伊朗 那你兒子呢 我兒子要去大笑看看 其他同仁喔 不把你排起死才怪 結果在法律上我們叫做施壓 很多時候 雇主對於勞工的處理來自於其他員工的施壓 像員工說 我白蓋倒給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那嚴重的叫做施壓解僱 大家跟老闆說 跟老闆攤牌 不把他解僱呢 不是他走就是我們大家走 這叫施壓解僱 有時候來自於其他同仁的壓力 有時候來自於個人信賴 個人信賴 比方說這個 這個 這例子非常多啦 我們現在最常出現就是hate speech 仇恨性言論 歐洲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就是奧地利 奧地利有一個勞工 大家知道因為敘利亞內戰的關係 敘利亞很多難民逃到澳洲去 讓很多人死在地中海的沿岸對不對 所以呢 歐盟決定讓歐洲各國分配名額收敘利亞難民 奧地利也被分配了一些 就奧地利有個勞工 在網路上就留言大家知道 大家現在看起來都很好 回家就變成鍵盤魔人這樣 他就在這個社群軟體上寫說 我們應該用噴火槍迎接這些寄生蟲 他抵達奧地利就應該用噴火槍把他們燒死 小孩也不要放過 女人也不要放過 這個員工就在網路上這樣留言 馬上被漏搜出來 被漏搜阿森在哪裡服務的同仁 請問老闆會把他開除 各位覺得可不可以 再來一次我們再試驗一下 今天在座是不是叫自由愛 好不好 認為老闆可以開除他的舉手 你發表這種人神共和的言論 對不對 我們台大的研究生 對不對 不是把貓的腿折斷嗎 還是把貓可負 對不對 對不對 把狗捕獲我是絕對不能接受啦 我們再討論 當然不行啦 抱歉當然不行 台大把他退學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新聞後續 行政法令判台大敗訴 不能退學 不能退學 你知道嗎 你可以想像嗎 我們都在學校上課 最近如何 我最近只把一個貓瀑布而已 還好 我可不可以希望我不要跟這種人在一起上學 對不對 個人信任 一個員工工作正常 下班後發表這種言論 被肉搜出來 希望老闆可以把他開除 嚴重到一個程度 我們認為可以 因為影響個人信任 影響個人信任 那在國外最多例子是仇女言論 仇視女性的言論 那公司員工很多女性啊 那大家都知道是誰啊 發表這種荒唐至極的那種仇恨性言論 還要叫我跟他一起上班 對不對 所以各位 雖然各位是自由派 但是不要忘了 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容易回答 我們一般認為如果嚴重到一個程度 涉及個人信任 確實是可以 不可能考慮的 我時間快到了 最後我們來談談犧牲與補償的問題 那麼一般來講 我剛剛說過 焦點在於特別犧牲 在第二種類型 一般而言我們的Social Security 社會安全體系 分為四種類型 那我們大家最常聽到的是第一種類型 就是所謂勞工保險啊 健康全民健保啊 這第一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我們叫特別犧牲 有些人 有些人 因為某一種特別的緣故 他的犧牲不是一般法律的限制 而是無可預期的 人的一生 難免會放到某一些特別的事故 最典型的是犯罪被害人 大家知道 各國的統計 跟我們台灣也不例外 各國的統計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暴力犯罪 加害人被害人都是弱勢主權 弱勢主權 就是說加害人也好 被害人也好 都是社會的底層 各國都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要被害人的賠償全部交給加害人 很抱歉 答案就是他也拿不到 各個地方暴力犯罪的加害人通常在監獄服刑 他也沒有能力陪你 他又是弱勢家庭 他也沒有能力陪你 所以各國都發展出犯罪被害人的補償 國家先負起責任 所以我們法律界有一個講法 看看這個國家有沒有文明 我們就看 你這個國家有人被害 國家會不會伸出援手 各位美國不會 美國不會 歐洲幾個國家會 我們台灣值得交 我們台灣也會 我們台灣是歐洲國家以外 極少數有犯罪被害人補償的國家 表示任何人不幸受害 國家把你視為特別犧牲 會來幫忙你 藥害救濟也是 典型的 就注射預防針 而產生了一些病變藥害救濟 合法的警察行為也是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 今天如果認定有人被特別犧牲 是可以有社會補償 可是麻煩的就是什麼是特別犧牲 如何去認定他 那麼什麼叫做犧牲情狀 什麼時候認為國家要負起擔保義務 我們的最重要的理由類型 第二種類型我就不說了 其他事由非常多 我就不列舉 因為跟我們今天的主題無關 受害人是為了國家 或者社會共同的利益而遭作特別犧牲 就算犧牲情狀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看到有一個人主張 他因為防疫的關係或因為疫苗或因為這個病毒擴散的關係 而蒙特別犧牲 我們就要看你是不是為了國家跟社會共同的利益 如果是我們就認為算特別犧牲 當然啦 特別犧牲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就是 特別犧牲到底是不是需要法律依據 人民有沒有主觀公權力 沒有法律依據 我也被告法院 到法院告政府 不是告法院 到法院告政府 這是一個難題 我們待會最後談到特別條例的時候 會回顧一下 那麼國家作為噪音會有所不同 我們在分裂上會去區分單純的國家起因 這個原因就是戰爭 預防注射也是 轉型正義之下威權體是被害人 我們的二二八白色恐怖都是基於這個原因 是國家造成的 國家是延續的 即便目前的執政者不是真正的加害人 但國家也要處理 因國家不作為而發生這個比較少見 為了促進本於公共利益所的國家行為 如果今天國家命令你 爭調你工作 是構成國家噪音型的特別犧牲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只要跟國家爭調為防疫所必要 國家就有父親 針對這種特別犧牲加以補償的義務 就算沒有法律 國家也有這個義務 但有法律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 因為社會法補償的特性 是通常需要個別法的授權 所以我剛才會說 法院告會很難告 會非常難告 法院不是支援的分配者 各位 立法者才是支援分配者 六百億夠不夠 立法者才能決定 法院不能夠說 本法官認為六千億才夠 那你自己去升六千億出來 立法者才有權力分配支援 所以我們通常認為 剛剛講到的補償法 需要個別法的特別授權 要不然就要回歸一般預算法中的例 特別預算 不然是這樣 那這個問題有點馬後炮了 因為我國定的特別條例 大概就有了 之前是沒有的 比較令人擔心 那我們看看特別 這個普通法跟特別條例的問題 在傳染病防治法 五十三條第二項 確實有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得以指揮官之指示 指定或徵用公司醫療機構公用場所設立檢疫或隔離場所 並得證調 這些話很重要 並得證調相關人員協助防治工作 這個就是我說的 政府可以下一個公法上的命令 一般我們是用一般處分或行政處分的方式來做 並要是這個國軍就不說了 下面 對於應指定徵用徵調或接受隔離檢疫所所的損失 應給予相當補償 換言之 我們傳染病防治法給了他的一個特別犧牲的法源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是 台灣是謝天謝地 是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那在特別條例的部分 一個在2月25號通過的特別條例的部分 有兩條跟我們今天談得比較有關聯 一個是公司令醫療等等 這個防治醫療照護的醫事人員及其他人員 應與補助或發給津貼 也是特別犧牲的概念 也沒有問題 下一個是我們今天最大的爭執所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各位 應變處置或措施 感覺上包山包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內湖的高嘉瑜立委 在立法院質詢蘇院長的時候 馬上被朱院長洗臉了 蘇院長說 你錯了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都有法律依據 因為那個高委員好像是問他說 你要叫人家不准出國 有沒有符合法律保留等等 蘇院長馬上赫施他 說我原理錯了 我沒有法言 法言就是這六個字 應變處置或措施 我不能夠說蘇院長一定不對 但我會說如果從法律明確性角度來講 這六個字太過模糊了 我們用的是特別條例 特別條例可不可以用法規命令來加以補充呢 應該是可以 所以如果是一個長期抗戰 至少是中期抗戰 我會建議我們的政府機關 對於應變處置或措施 能夠定一些法規命令 至少把類型列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而那一個列出類型 我們立法院立委就要負起責任 因為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政府訂立任何法規命令 我們立法院都有三個月的賞位期 我們法律上叫做抑制性監督 立法院可以在三個月之內 命令政府要改 不准做 如果立法院怠惰三個月 政府就不必管了 法規命令唯一的控制在立法院 而且只給立法院三個月的時間 當然也許三個月我們疫情就結束了也許了 但是從一個法律的觀點 我真的會覺得這六個字 似乎太廣泛了 如果你要說完全符合明確性人則 我會比較擔心 我比較擔心 當然要看具體的作為 要看具體的作為 你說一律不准出國 如果說一律不准前往我們所列舉 而且也有明顯證據的疫情爆發地區本 我覺得可以 一律不准出國 我覺得很抱歉 很難符合法律保留 很難符合它的必要性的要求 非常難 好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病得增調相關的一些防治工作 勞工如果拒絕 到底會怎麼辦 如果政府增調你了 說你來從協助防治工作 只有勞工拒絕 那麼在私勞動契約會構成例外雇主得為特務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是例外的情況 不管是契約內還契約外義務 很抱歉勞工可能不得拒絕 但如果發生我們剛剛說的那一些特殊的危險狀況 可以行使退避權 可以行使給付拒絕權 但最後實施必要這應變措施 處置或措施 相對沒有傳染病防治法來的明確 那也許可以再更精進一點 雖然我知道政府應該也不會 透過這一些人任意侵犯人權 應該就是為了防禦需要 但有沒有可能在防禦需要 跟保障人員之間達到的平衡 我一向是樂觀的 但這樣的樂觀恐怕沒有辦法 但用這種道德的期待來達成 接下來其他的支持促進跟輔助 我們就比較簡單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們就比較簡單帶過 那常見的就無疑是紓困金融支柱 例如先不用繳本金 不用繳利息 本金也先還繳等等 或我們叫僱用安定措施 特別是針對無薪假 接下來我商業會有很多產業放無薪假 那個指語量絕地比沙子期間要多很多倍 那無薪假在我國法律上有一個助理手段 叫做僱用安定措施 只是它2011年到現在從來沒有用過 8年來沒有用過 我還記得黃國昌委員蒼神 我們懷念他 蒼神在2016年剛上台 不是剛上台 剛進入立法院 第一個質詢 就是問當時的勞動部長陳雄文 馬英九時代的勞動部長陳雄文 說無薪假的僱用安定措施如何如何 當場被陳雄文喝齒 說委員你讀法律怎麼不懂法律 我們蒼神風度還不錯 這是我唯一看他風度好的時候 這只有那一次風度好 他說笑笑說 部長你可能不熟啦 回去好好翻翻法律 回去好好問問你的屬相 各位我們勞動部有這個制度 很可惜我們的部長完全不知道 自己執掌有這個制度 叫僱用安定措施 所以各位無薪假我們是有方法的 但是問題出在我們的僱用安定措施 要見過度嚴苛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你絕對不會聽到 我保證你這幾天絕對不會聽到 政府說我要用僱用安定措施 政府說我要用安心 安心什麼方案 安心 我會覺得非常遺憾 政府捨 既有的法律不用 寧願用臨時性方案 令人遺憾 當然兩筆錢用的不一樣 安心就業方案用的是就業安定基金 雇用安定措施用的是就業保險基金 兩筆錢不一樣 就業安定基金是我們雇用外籍移工要交給政府的錢 就業保險基金是我們每一個有工作的人繳的就業保險費 它的來源不同 很可惜我們政府捨這個既有的制度 民願就臨時性的措施 接下來當然是積極消極勞動市場 當年921大地震之後很多災民失去了工作 政府就推了非常多多元就業方案 不管那個多元就業方案是補貼性就業還是社會救助型就業 政府一定要準備做積極勞動市場措施 消極勞動市場措施就是幫勞工度過工資 因為工作影響的工資損失 這幾塊我們政府都應該做 我們政府也都在做 只是有一些做法 如同我剛剛說的 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而已 好 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想今天也許不一定那麼完整的跟大家提到所有的面向 但我覺得應該有幾個應該有提到了 我想我的決定有四個 第一個 防疫屬於重大公益 得作為具有正當性的例外事由 不管是公務員被長官用勤務指示 或雇主指示勞工要為什麼勤務 我們認為可以是例外 所以如果防疫 當然 防疫的意思當然是 你的工作真的要跟防疫有關 如果說 防疫很緊急 所以美食外送也不要休息 不好意思 這個防疫沒有關係 不要用防疫做一切的理由 不是 要直接相關 至少要有相當關聯的 如果有 就可以作為重大公益 這個特別在那個特別的工作 特別休假的停止休假的工作 跟七休一的停止立假日的工作 我國法律都有規定 我剛剛說過的天災事變 突發性事件 所以都可以 可是其他都沒有了 各位 我國法律目前只有這兩個例外 我說在勞工 一個是 特別休假停止休假 也包括國定假的停止休假 另外一個是停止立假日 其他沒有了 公務員會是沒有 公務員會是沒有 所以你就會發現我剛剛說的 因為我國的公務員欠缺權利義務的規定 就會變成這個原則例外 變成好像不存在一樣 好像所有原則都可以是例外 所有例外都可以是原則 我們公務員會變成這樣 勞工會比較好處理 第二個部分 普通房 例如我們的勞基房 我們勞基房如果 我們勞基房欠缺政府命令 公時就可以例外 抱歉 我們沒有這個規定 我們沒有這個規定 很多國家都有這個規定 規定碰到緊急狀況 政府可以下一個命令 讓勞工的公時可以延長 我們沒有 我沒有只能夠回歸我剛剛說的 那個天災事變頭外星事件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那麼如果不可期待公務員或勞工 安全執行職務 他有感染的風險 而且風險極高 我剛剛說過 如果是保證人地位的話要例外一下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就沒問題 一般人就說我們公司有人確診 而且這個擴散幅度可能不低 你公司卻沒有停止上班的指示 你就可以拒絕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公司有人確診 是在屏東分公司 所以台北我也不去了 恐怕就有點疑問了 所以這個我們要個案內定 原則是我剛剛說的 個案要依個案內定 本公司有人確診 那個確診是在義大利分公司 抱歉你也不能主張在台灣 不行 你說可是我們有一個台灣的同仁師 昨天才從義大利出差回來 那我就會猶豫了 那不一定 這記住我們的勞動法三次真言 不一定 沒錯 不過我的問題是 請問 公司同仁有人確診 我得否拒絕工作 你看我剛剛是不是講的好幾種可能 所以我們必須容許個案上不同認定的空間 但如果真正確實存在 當然可以行使給付拒絕權 包括退避權或同情侶抗辯 如果是企業外行為義務 例如他真的出國了 真的出國了 必須限於具體跟勞動關係相關 才可以禁止他 例如不准他出國 或他出國回來了 禁止他進來 當然 那你拒絕他進來工作要不要給薪 這是一個難題 我們的特別條例 所以有一些處理還好 但你會發現 特別條例處理的是政府給你補貼 我們特別條例沒有說老闆要給他薪水 因為這個涉及到我們法律上很基本的問題 這樣做可規則於誰的給付不能 這個很麻煩 這個容許我先不在這邊困擾大家 因為我們有民法學說 勞動法學說 有企業危險理論 有經濟 我們好幾個理論 我就不在那邊困擾大家 那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特別條例只處理政府給補貼的部分 不處理雇主對勞工的問題 最後如果行程特別犧牲應於補償 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成立 特別犧牲 還是可以用其他比較軟性的手段 例如社會輔助促進手段 加於補貼或其他措施 這是我簡單的結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我每次最佩服佳合的事 這麼嚴肅的事情 他可以講到 讓大家都可以 比較輕鬆的吸收 不過他講說 勞動法的三字陣言叫 不一定對不對 我每次都回答記者說不一定 但是記者的標題出來一定是痛批 反正對我這張對我沒有用 因為記者要我是痛批 所以不管我講什麼 結論下 就是痛批 好 這個 稍微講一下 剛剛佳合講的 在德國生產 他有一段沒有講 那小朋友出生以後 醫院把所有醫師都叫來 因為 那個小朋友身上有一個蒙古班 特別的東方人 應該是你講的 不是 好 不知道是誰 我的小孩是不會走路 OK 是不會走路 因為好像那個 叫蒙古班 東方人才會有的 所以 那個醫院把所有醫生 實際上講說 這就是蒙古班 好 好 那我認錯人了 不過真的是不一定 譬如說 剛剛佳合講的 有幾個例子 我實際上被 我大概最近每天幾乎都會被媒體問到疫情的關係 有個勞動很關的 譬如說他講說 對 我的研究請個特休假 去旅行 但是回來他被隔離14天 請問 這14天 我要怎麼辦 不是 要不要給薪 要不要給薪的問題 而是 我不是台積電 我也不是洪海 我有 嚴重的調度的困擾 中小企業 我有嚴重的調度的困擾 那 你先不聽 那我怎麼辦 就是說 我覺得你不要去 你去 我回來 你去 你去的貨我就沒辦法了 我又沒有辦法依照勞金法第九條 刻意在這段期間請一個定期企業工 那對於老闆來講 他的那樣的一個保護是什麼 這個老闆打電話來了 打到老闆來問我這個問題 不過我就用他的那個 不一定 好 這其實很多的議題 很多的犧牲 譬如說 譬如說 瞬時鐘 48小時不睡覺 這是自我犧牲還是一種 必然的結果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今天評論這個事情 我想說 其實這個社會不應該太請歌頌 這種不休息的文化 自我犧牲是一種選擇 不是一種美德 永遠要記得這句話 這句話是我從 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有個老師 地震垮的時候他跑掉了 然後整個社會在踏拔 他說你 廣為人師 你為什麼沒有救小朋友 你自己跑掉了 你不是人 他說 對不起 自我犧牲是一種選擇 不是一種美德 OK 但是 剛剛佳和老師有提到 某一些的犧牲 它是基本上 它是有可能 可能是 譬如它是命令 它是命令 那怎麼辦 所以接下來就開放給大家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問題 就剛剛佳和老師所說的 這些太一樣 或者是說 理論上的學說 或者實質上 都可能碰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就開放給大家 來討論 來 基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示 一個活動不要超過兩個小時 所以我會嚴格在九點半解釋 來 有沒有 好 就直接講 我就不聽外科風了 老師想請問一下 像那個 家庭看護啊 他不是公務員嘛 他也不是老公嘛 因為他不是用老警方 那所有這些東西 根本沒有辦法保護他 就是說這些法律 就是 他 他做完 他怎麼辦 他遇到事情怎麼辦 那再來就是那個非法外籍看護 他非法 但是他就是在醫院裡面 照顧最有風險的病人 那他的權益怎麼保護 他有沒有辦法 就是請求職業災害啊 或者是 或者傷害這些的權力 是 好 這個問題很單純 適用勞棄法與否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是 成立勞動關係就有的權利與一路 不以適用勞棄法為限 這第一點 第二 不以為合法有效的勞動契約為限 因為 所謂台灣的所謂逃逸外勞 或說剛剛您提到的非法 所謂的非法 法律上的解讀是 沒有聘僱許可的外籍勞工 就是說 勞動部 勞動力發財署 沒有發聘僱許可 或你在聘僱許可 許可的範圍以外 那都叫我們今天所謂的非法 對不對 那一個是公法問題 不涉及勞動契約 我們勞動契約 就算因為沒有聘僱許可 而違法 我們法律上有兩個名詞 一個名詞叫做事實上勞動關係 這是國內教科書最常用的字 德國人用的字也叫做有瑕疵的勞動關係 不影響我們剛剛說的 所以剛剛講的很單純 如果例如家庭的看護 或是在醫院執行看護工作的人 不論他是本國人 外國人 不論他的勞動契約 合法或不合法 都可以行使我們剛剛說的那些權利 沒有問題 對 比較單純 還有嗎 來 不好意思 我之前醫公會的掌控 這個其實我們公會 其實在處理一些很多疫情的關係 然後包括職業啊 補償或資源 然後但是現在疫情沒有辦法 還沒有爆發 但是我們醫院還是會做一些 法律的措施什麼 分餐分流分子 然後導致我們有些工都必須要延長 比如說 啊這個地區 人力沒有辦法互相支援 那我這個婦人 一天要上12個小時 所以就變成 十二個小時 十二條條流分子 可是會導致他的那個 體力負資 或是超時工作 雖然有法源依據 但是我們都會 可以保護這些員工嗎 因為這些員工已經 體力已經耗製很久 我們都會有什麼辦法可以保護他們 然後導致在工作啊 或是身體上可以做一些保護他們 謝謝 希望我沒有誤會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是說 我們醫療運所 因為防疫的需要 也因為人力之減 所以就讓員工減少休息 工作不但延長 而且跟有的 例如不用到班的 也可能被安排到班 是嗎 是這個意思 你剛剛提到 雖然有補償 但是現在這樣做了 那我要問的第一點是 那麼 貴服務單位是否屬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命令 例如徵調的必要工作範圍內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像我剛剛舉個例子啊 特別條例呢 我們要求口罩工廠 那個就很明確 所以如果 如果 貴服務單位是被指定防疫專責意願 被在防疫的任務中 被分配特定的任務 如果是這樣 我就覺得 在特別條例的涵蓋範圍內 如果沒有這樣 那我就要問了 醫院有義務跟大家說明 醫院認定我們屬於特別條例 或疫情指揮中心說的那一塊 請問理由是什麼 他就要講了 這第一個問題 就要講了 第二 如果沒有 沒有我剛說的那樣 依現行法令來看 那麼你的單位就有違法的嫌疑 看有違法的嫌疑 各位 只要沒有我剛說的法定例外事由 不論那個例外事由是明定在法律中的 或是特別條例規範的 只要沒有例外事由回歸一般的話 不能以人力施警作為理由 人力施警不是用勞動保護的理由 就不是了 很抱歉 不是 接下來公會該怎麼辦 個別勞工的問題 我們有合法判斷 如果雇主違法 那個別勞工就可以徵職 公會可以協助個別勞工徵職 如果個別勞工的處遇是合法的 例如我剛講的那個室友 合法的公會就可以跟雇主協商來改變 我們覺得不好的地方 雖然它合法 各位 如果雇主違法 個別勞工都可以去徵職 因為它是違法問題 政府機關法院都可以求援 不過可能背後就是政府機關這樣 都可以求援 對不對 公會當然也可以幫忙勞工伸張個人的 被違法對待的權利 萬一如果雇主是合法 那抱歉 個別勞工沒辦法徵職了 只能靠公會 公會最重要的正當性 各位 公會最重要的正當性 不再幫忙勞工被違法對待 而在幫忙勞工爭取比合法更好的東西 這是國內經常都誤會 誤會說個別勞工被雇主違法對待 公會應該出頭 不正好相反 法律應該讓你靠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在我們台灣 跟很多國家一樣 老闆欠薪不能罷工 老闆給你薪水 你想要更多才可以罷工 理由在這裡 老師你好 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如果現在有三個情況 然後想請教一下老師這樣可不可行 三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已經有院內感染 那那個確認的感染者 我們醫護要照顧他 那醫療機構這邊有提供足夠的防護設備 那這個醫護可不可以行使推比權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如果是書記行政人員櫃台 他可不可以行使推比權 比如說同一個病房 同一個樓層的書記 他可不可以行使 對 那第三個情況是說 假設已經升級為很高級的一個疫區 那我的僱主想要他去那邊出菜 那前提也是他有提供足夠的防護設備給這個員工 那他可不可以行使推比權 所以我不要去出菜 請問第三個情況是醫護人員嗎 嗯不是 不是 好 謝謝 好 你的第一個問題描述中已經藏著答案了 如果我的工作就是照顧病人 包括感染的病人 包括 我不是感染科的啊 我是其他科的啊 例如我是家庭醫學的啊 你也要去 這就不一樣了 如果我的工作就是照顧感染 包括這一次病毒感染的 就不是要說這一次 包括例如被病毒感染的病症 就是我的工作範圍 而你剛剛自己的描述是 如有足夠的防護 當然不能拒絕 這不能行使推比權 前提是兩個 一個是那是你的工作內容 一個是有足夠防護 各位 何時可以進行推比權 就算你有工作職務 但沒有足夠防護 而客觀上認為已經達到相當的風險 你就可以拒絕 好 所以各位 我們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的 退比權 跟各國都一樣 退比權 到底行使為正當或非正當 可以事後由政府專責委員會認定 不然我會說很危險 你會說一點危險都沒有 那請問要誰說了算 所以各國的退比權行使 背後都會有個專責委員會來事後認定 對不對 不然會各說各話 所以如果你的描述是個客觀的 以為足夠防護 那當然不得行使退比權 不能 第二 書記或是其他的行政人員 因為同在病房樓層 距離病房很近 對不對 一樣 我們會看到有沒有感染風險 如果那個病房是個封閉式的病房 我們把感染的病人 用一個層層的防護 封閉在病房裡面 原則上書記 行政人員不可以拒絕工作 原則上 對不對 同樣道理 如果他防護非常簡略 我們認為 當然我們的認為指的是醫學專家 不是我 醫學專家認為書記跟其他行政人員 在病房的中心 但防護的狀況呢 你仍然有相當大的感染風險 你當然可以拒絕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都取決於科學上認定的防護的感染風險如何 好 第三 如果你的工作跟醫護無關 是一般出差 當然可以拒絕 沒有問題 到那個所謂疫情高漲的地方 那麻煩的是 我昨天被問到一個問題 說去美國 他有沒有去美國 美國很大 大家知道美國很大 然後呢 主管跟他說 你去美國出差的地方 不是現在疫情很嚴重的地方 因為美國那麼大 你能不能說出哪個疫情很嚴重 好像也說不出來 對不對 韓國我們都會說大邱 我們說韓國的大邱 都不會有武漢 公盟有義大利 對不對 我們不是都這樣講 那 那 記者的地方 比方說 我叫你去美國科羅拉州州 你覺得呢 因為 因為 我以前是那個 我們田徑協會的訓練主副組長 我們派我們的田徑國首都是去科羅拉多 科羅拉多 風情優美 又有高地 會訓練有養 田徑選手去那裡最好 對不對 科羅拉多 美國奧運訓練基地 請問今天如果有人說 我派你去科羅拉多 科羅拉多到現在沒有傳出任何疫情 你覺得呢 各位很抱歉 只有醫學專家才能回答 我們法律人回答不出來 只有醫學專家說 依某一種風險 包括你的搭飛機 在美國機場過境 對不對 然後呢 到達科羅拉多 當地的狀況 只有他們有能力判斷 對 不然 從你問題的描述 我會覺得可以拒絕 對 那即便是他們提供足夠的防護 因為目前看起來 勞動部不敢這麼下這個 勞動部有講得很清楚嗎 他就是很 勞動部是說 如果雇主沒有提供必要且足夠的保護措施的話 那勞工可以 對 那到後來 如果有提供足夠的防護 然後就不得進去 對 他沒有錯 反過來他就沒有錯 反過來 對 我們反過來來說應該是這個意思 不過 不過 這個有時候有點困難 這個時候我們叫做義務衝突 什麼叫義務衝突呢 我去可能有感染風險 我如果不去公司會有一億元的損失 這叫義務衝突 請問 哪一個不會中 公司說我給你比當年秋淑堤更好的防護措施 好秋淑堤三倍的防護措施 你旁邊 你旁邊 我有一群確診者 在你旁邊跳土豐舞你也不會得到 抱歉 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萬一科學上真的有辦法這樣 我的防護在醫學上保證百分之百不會確診 你還說我堅持不去 感覺好像有點問題 對不對 但如果撇開這種極端狀況 我會認為可以拒絕 我會認為 所以勞動部只敢相反 描述 他不敢正面描述 正面描述不得了了 因為每個雇主都會說 我已有足夠防護 你去了確診後再說 對不對 去了再說 那是否有足夠防護呢 你說沒有 我說有 以後如果發生事情 法院見 再讓法院決定 那通常來不及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 勞動部關係是一個非常持續性的關係 他沒辦法在當下就做出誰正確 誰不正確的決定 他會各說各話 所以你要了解 我們台灣的法律教育都是在學當法官 我們都是用法院的角度在看問題 美國人都是用律師的角度 美國的Low School是教學生當律師 我們台灣的法學院是教學生當法官 所以我們會用法官的口冷這樣子講 但事實上在當下很難判斷 對不對 我們勞動法老師都希望勞工拒絕 到時候法院見 我們都是唯恐退下不亂 你千萬不要拒絕 照老闆做 那就不會有案子去法院了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勞工趕快拒絕 然後老闆趕快告你 那我們就有題材可以研究 我再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我們法律人很習慣這樣講 所以我必須承認這個當下很難回答 我只能跟你客觀的說 依法官的角度我會這樣看問題 通常如果一個疫情極度嚴重 就當年福島核災的時候 很多記者真的跑去福島那邊看 據說有人真的是得了血來回來 真的有 那就是說請問派我去採訪那個核災變的地區 那我有極大的感染風險 請問僱主有沒有防護措施 都有 照得無無 所以我們只能事後諸葛 各位我們只能事後諸葛 我們只能事後說 依當時的狀況如有相當之防護 雖無法阻止完全的不被感染的風險 僱主已經盡到責任了 接下來交給上帝 我們只能這樣講 法律人只能這樣講 我們2000年前的羅馬法有一個原則 任何人不得改變的事情不必負責 我們羅馬法有這個原則 無法改變之事情無責任可言 對不對 我今天出差被閃電打到 老闆要不要負責 很難 所以我只能夠說 如果僱主當時叫你去提供的措施 基本上一般人的角度認為已經足夠 老公就很難拒絕 我必須這樣說 但因為那個 在這個相互比較 你給我的防護措施跟那個地方的風險到底哪個 比較重 我們法律要叫秤重 我們法律總是拿兩個東西在秤重 一個是僱主對你的保護 一個是我去的感染風險 如果感染風險大於防護 你拒絕法律上絕對提供 相對的如果另外一個比較重呢 而且另外一個明顯重很多 你說美國哪裡我都不去 沒有任何人確診的科羅拉多我也不去 因為很有可能科羅拉多有人會感染 至少未來的某一天 就很難說的過去 法律人長在秤重 所以我認為還是要以具體狀況而定 對 好 必須要結束今天的折舞了 因為必須順時鐘 好 但是其實我覺得說這個議題會一直討論下去 因為像我是勞政秘書長 這段期間我幾乎每天都受煩 每天都有不同不同的態樣 偶爾打不出來之後我跟人家說 我現在在電梯裡面我就偷打電話給林家和問一下 這個還夠 因為有時候的確是沒有把握把所有的態樣 因為法律無法把所有的態樣都比較速來 這是事實 但是當你處理到這個時候 的確是有些某人的時候你要怎麼去 譬如說以保護勞工為最前提的 你要怎麼去主張 其實這個議題大概會繼續的談下去 因為短時間內大概很難 譬如說我的國家馬來西亞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因為一萬五千人參加了一個很大型的宗教的集會 就是穆斯林的集會 現在已經在擴散當中了 大概會像大邱的韓國的那樣的情形 不過剛剛講 嘉賀其實給大家了一下ideal 譬如說政府命令你不得營業 我們就解決掉蠻多的問題 譬如說義大利現在說房子上面都不能開 我們馬來西亞也有蘇丹慾令就是聖子道 慾令宗教 伊斯蘭的穆斯林禮拜五不可以去集會的 只能在家祈禱 當然還有宗教使本 對啦 中央人講說祈禱是一起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不過國王蘇丹慾令手慾說禮拜五不得集會 那這個東西可能對某種宗教或某種文化 它有一定的約束力 它不是法律 因為雖然是君主立先 沒有一個人可以限制你的任自由 那我覺得種種的太陽其實還蠻值得討論的 那接下來例如說對經濟的衝擊 是下個月的勞政跟哲武團隊一起辦的 就是要講對經濟的衝擊 我下禮拜四也是有一場作談就講說 如何務實的去面對這個非規則於勞工跟雇主的緊急狀態的事情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我可以很務虛的講說全部都不可以 但是也許對勞工完全沒有任何的 最終沒有任何的保護 這是我接下來會不斷的去討論的 那先借大家的手謝謝家老師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也把歌廣告一下 因為剛剛有講過 這些展覽是我們有一個好朋友叫李明哲 他下個禮拜三月十九號是他被失蹤 在中國被失蹤的第三週年 那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展覽 大家待會有時間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寫給他的信 那還有那個明信片 那另外一個工商服務 就是本店也受到疫情蠻大的衝擊 蠻多活動取消 那我們也有一些方案 那也請大家參考 如果說有餘力的話也可以自救性的紓困 那加入左轉好朋友 那這也是一個讓你這個社會可以運作下去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請大家以後還是要多多來參加責務 多多來參加這樣的討論 也許不一定有答案 不一定 但是的確法力有很多時候也不一定有答案 那但是我覺得藉由這樣的討論我們可以更了解 譬如說在上個月討論疫情的時候 我們講說防疫事同作戰 作戰的時候 作戰有很多權力是被凍結 譬如說工會不得罷工 暫時工會不得罷工被凍結了 那如果防疫事同作戰 那那個原則一定下來以後 其實我們很多的法律所規斷的這個權力 可能就怎麼樣被約束了 那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處理 可不可以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之下 暴露你的旅遊史 這也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那顯然這個議題會持續的持續的下去 那也請大家多多關注 另外多多洗手 以上謝謝